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最新动态 特别是莫迪与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峰会上的会谈 这次会议象征着两国在多年冷漠关系后的外交解冻 然而面对持续的边界冲突和历史积怨 这一切究竟能否真正改变两国的关系 习近平强调两国应以伙伴而非竞争者为原则 莫迪则呼吁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但专家们警告获胆使用它 回到过去的正常状态并不现实 随着金砖国家集团的扩大 俄罗斯希望印度和中国能够携手合作 这对于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都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真相是边界问题仍然是两国关系的半小时 并且双方的信任建立需要持续的努力 专家们指出这次会谈不会是一场奇迹 而是需要双方持续的对话和合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蓬勃发展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中国与印度的外交动态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根据德国之声德国务卧的报道 最近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 为两国多年冷淡关系带来了一丝曙光 这次会议被视为两个亚洲巨头在冷淡关系中的一次外交解冻 虽然不确定能否彻底消除长期存在的猜忌 但无疑是双方寻求重新建立互信的重大一步 此番会晤让双方领导人公开承诺改善双边关系 并对在解决喜马拉雅山区的领土争端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赞亮 中国和印度都是有著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 正处于激烈发展和现代化的阶段 应该追寻伙伴而非竞争者的原则 莫迪则呼吁两国建立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和相互敏感的关系 这些都表明双方都在努力修复关系 然而边界冲突仍然是两国之间期待解决的难题 此次会谈恰逢两国达成了一项新的边界巡逻协议 这项协议涉及印度和中国之间高度争议的边界地区 并允许印度军队恢复对德普桑和德普桑和德姆乔克两个主要摩擦地区的巡逻 尽管具体细节尚未公开 但中国在会后的声明中称其为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进展 而非正式的协议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莫迪提出了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多项建议 习近平表示原则上同意 印度外交部长维克拉姆·米斯里则指出 双方将首先专注于从边界地区脱离接触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进行降棋和撤军 他强调需要持续努力以确保协议机制能够有效阻止此类冲突的再次发生 尽管专家们对双方改善关系的意图表示欢迎 但也谨慎表示 这次会谈不会立即导致两国关系回到以往的正常状态 印度中国研究所名誉主任阿尔卡·阿查里亚告诉德国之声 我们不期望会有奇迹发生 需要持续的对话和努力来改善关系 他认为金砖国家集团在促进北京和新德里的接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幕后作用 随着金砖国家集团的扩大这个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了五大新兴经济体 代表着全球超过40%的人口和近三分之一的全球经济 去年该集团迎来了六个新成员 这样的扩展无疑增加了印度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 阿查里亚强调多边集团也是印度的重要平台 也是印度的重要平台 印度不能完全让出这个平台给中国 而俄罗斯则是非常关键的伙伴 前印度外交官苏珊奇诺伊表示 莫迪与习近平在喀山的会议可能为多个领域的正常化铺平道路 恢复直飞航班 解决贸易赤字以及恢复签证服务 将大大促进两国的正常化和双边关系的增强 他指出金砖国家集团使印度和中国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合作 特别是在全球南方的发展优先事项上发挥领导作用 近年来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多边合作空间有所缩想 然而金砖国家和上海合家和上海合作组织 可以帮助双方重新获得在包括打击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和全球机构改革等关键问题上的立足之地 通过这些国际平台两国有机会逐步化解彼此的误解 推动更加积极的合作 从这次会谈中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中印之间的历史问题和地缘政治竞争依然存在 但双方都清楚认识到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 加强合作比持续对抗更符合各自的利益 随着金砖国家集团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中印两国在这个平台上的合作可能成为促进地区稳定和全球发展的关键 因素之一 这次会晤为中印两国未来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也让人期待住两国能在更多领域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边界冲突是指国家或地区之间因边界线的划定或管理而产生的争议和冲突 这类冲突通常涉及领土主权 资源控制民族认同和历史因素 并可能引发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的对抗 这种冲突在全球历史上屡见不显 主要因为在界定边界线时常常缺乏清晰的地理标识 或者原有的协议在历史变迁中失去效力 许多边界是由殖民列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划定 这些边界不考虑当地的民族文化和地理因素导致现代国家间的矛盾 例如非洲和中东的许多边界线都是由殖民者划定 并为顾及不同族群的分布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 边界冲突的性质和规模各异 有些是低强度的外交争端 而有些则演变为长期的武装冲突 著名的边界冲突包括印巴克什米尔冲突 中印边界冲突以巴冲突中的领土争议等 这些冲突中某些地区因为天然资源 如石油、天然气、矿产、可耕地等的丰富 而更具战略价值进一步加剧冲突的激烈程度 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多种多样 包括谈判、国际仲裁、直接的军事行动及第三方调解 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法院 有时会介入调停 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然而 不同国家对于国际机构的介入接受程度不同 有些国家可能更加偏好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问题 数据显示 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日益增强的背景下 许多国家正在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问题 然而 对于某些具有深厚历史和情感根源的冲突 达成协议仍然非常困难 最近的研究指出 成功解决边界冲突的关键在于 各方愿意进行充分的谈判及互让 并且能够建立持久的信任机制 总的来说 边界冲突不仅是地理上的问题 更是政治、经济和社会负荷因素的体现 将来 随着全球资源愈发稀缺和环境问题加剧 边界冲突可能会出现新的形式和挑战 迫使国际社会寻求创新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这次印度总理莫迪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会晤 可以视为一个积极的外交信号 尤其是在俄罗斯金砖国家峰会这种多边合作的平台上实现 但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 因为这次会议只是两国之间长期复杂关系的一个小步 两国之间的猜忌和对峙由来已久 特别是在边界问题上经常出现紧张局势 尽管在会议上有边界巡逻协议这样的进展 但在细节上仍存在不确定性 这让人怀疑 这些进展是否能真正达到伙伴而非竞争者的目标 金砖国家集团提供了一个中立的背景 可以让两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对话 然而 两国关系的突破不可能仅靠一次会议或一项协议来实现 正如印度中国研究所的阿尔卡、阿查理亚所言 持续的对话和努力是关键 他的观点强调了多边集团的重要性 这不仅是外交平台 也是两国互相衡量和施加影响的舞台 俄罗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这反映出一个多极化世界中不同国家可能的合作与摩擦 最后 前印度外交官苏占 其诺伊强调 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需要在多个方面努力 如航空运输、贸易不平衡、签证服务等具体问题 他指出 金砖国家提供了一个平台 允许印度和中国在全球议题上进行协作 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 也涉及到地缘政治策略 然而 这些努力是否能在实质上改变双方的关系 仍有待观察 双方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诚意来进行真正的和解 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 全球机构改革等问题上寻求共同立场 这些议题的合作可能最终成为改善中印关系的催化剂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在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景 温柔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广告